蛤麗 大家 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 因为我现在这个房子还蛮空的 会不会回音有点大 如果这阵子的影片回音有点大的话 再请大家多多包涵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部影片 你就應該就會知道我現在人已經搬到日本了 然後今天是我在日本的第三天 我昨天晚上是第一次住在我的這個新家 因為我現在其實是睡地板 你們看到後面這個我只鋪了一個簡單的床 就一整組的小床小床小床墊 所以我其實睡在地板上我只能睡到腰酸背痛 因為我接下來這一週會比較忙碌 然後應該也會蠻充實的 我想說可以記錄一下我一週的穿搭 還有我的妝容 還有我這一週都在做些什麼事 然後我這一週想要用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歡的這個 RMK的透光立體夾彩 來完成一整週的腮紅妝容 然後搭配我不同的穿搭風格這樣子 RMK的透光立體夾彩呢 這次一次推出了10個新色 然後我很喜歡RMK的腮紅 是它上起來是有妝感 可是同時是有呈現透明感和血色感的 其實我從今年1月來日本玩 就有買RMK的產品 我之後就非常非常喜歡他們家的東西 不管是底妝然後 妝前保養 妝前保養我之前有跟你們分享過 我很喜歡他們的美容油 然後還有腮紅味超愛 而且因為這個系列的新色 它在他們的顏色裡面都有添加很細膩的光澤 還有裸色調 所以就能夠讓這樣子的夾彩很融入我的膚色 像你們現在看的這樣 它非常融入我的皮膚裡面 但是同時又是很時髦的風格 這次會紀錄7天嘛 我就會每一天用一個顏色來搭配我當天的風格給大家看 那我今天用的色號是這個02號 這個也是RMK總監它的推薦色號 然後它的顏色呈現的是比較帶有黃感的琥珀色調 我覺得這一個腮紅它呈現出來的妝感非常非常的時髦 就你們看我現在上的喔 它雖然帶有黃感 可是它不會顯皮膚黃 它反而是能夠讓臉部變得很立體的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呈現得比較時髦一點 所以今天就配了一個這樣 我最近穿到的一套穿到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就這樣整套帶來日本看一下 因為我目前新家的鏡子全身鏡還沒有來 等一下可能只能用它房子內附的鏡子拍給你們看 但這樣拍可能 現在這樣拍會比較清楚 是我裡面配了一個這個蕾絲花朵的豆腐內搭 這個我之前在日本的戰利品有跟你們分享過 應該有分享過啦 這是MART的 然後我外面配一個網狀的背心裙 上次我來上上之後在逛東去的時候 就逛到這一家 這家是Pingo的 他們家是賣韓貨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衣服質感還蠻好的 而且它的選匯很特別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網狀背心 我覺得很好看 它很特別的是 它的網狀呢 做的是鏡空洞洞比較大的類型 再來是它有做一個這樣子 大幽靈的設計 所以是可以完全展露出你裡面的內搭的 這樣 然後下半身我配了一個黑色裙 黑色裙是我的聯名裙子 這樣 然後配我今天的妝 我覺得非常好看 好 然後來跟大家報告一下我今天的行程好了 現在是早上10點 我中午前可能會先在家裡工作剪個片 然後下午要出門去才賣東西 因為今天天氣超好的 因為我其實前兩天來說很陰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下午會再出門去採買一些生活用品 或是一些家裡必需品 就逛逛看家具之類的 這就是今天的行程 我現在要出門了 然後我剛剛不是本來裡面穿了一個背心 可是因為發現外面有點冷 所以改穿了外套 裡面的內套還是同一件 只是換上了白色外套 畢竟外面還是有點涼 這樣 裙子是我的聯名 四月份的新品 因為我現在呢 想要出去採買 居家生活用品 所以我會帶著我的這個拖 這個小登機箱 這樣如果我有東西的話 就可以給放在裡面 就不會拖得那麼累 現在裡面是空的 今天天氣超爆好的 現在要來無印良品探 窗簾 非常急需的東西 我買的東西 生活用品們 突然間開始有點微飄欲 我現在要再去附近的 然後我想買那種小板凳 小凳子 今天沒買到小凳子不罷休 因為我 一定需要一個椅子 或是小凳子 來讓我可以安裝我的凳 和裝窗 裝 窗簾 說真的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裝維持得超好的啊 然後我的腮紅也都還在耶 我覺得這腮紅這個顏色好好看 然後我今天底妝其實也是用RMK的 不免再稱讚一下 後來又回來 NITORI 買這個板凳 希望適合 今天的超市買的晚餐 登登登 再收到兩隻腳 謝謝 很喜歡 歐巴的腳是甚麼 等一下要做到 早安大家 现在简单化完妆了 然后好今天开始之前呢 先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的造型 今天的妆容 因为我今天会比较待在家 就是要收我的包裹 还有家具什么的 所以今天就只简单化一点 有气色的腮红和唇彩有底妆 那眼妆今天就没画了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RMK的这个夹彩 色号我用10号 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珊瑚裸色调 因为今天我的妆容比较淡 所以我就想说用个 简单提气色的腮红就好 我觉得好漂亮喔 虽然RMK的夹彩是粉状的 可是它又能够非常的融入肌肤 非常贴肤 然后 会让你的气色显得很好有没有 就只要上一点点腮红就好 然后再来是我的唇彩也是用RMK的这个 这个的话是我 今年初一月份在日本的时候在柜上买的 然后它的色号是 4号色 就是我觉得RMK的唇彩是可浓可淡的类型 然后我今天想要浓一点就可以涂多一点 可是它淡一点的擦的时候也很好看 这样 然后我现在有一点点感是因为 我刚刚发现一件惊人的事实 就是我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在台湾就已经先打包好一些东西 我从日本要寄来...从台湾要寄来日本 然后 因为我一直想说是不是还没有到 因为我这几天都没有收到消息 我以为至少会 一个礼拜才会送到 所以我自己抓的时间是 上一周前寄 然后 然后我刚刚查一下才发现 其实是在25号的时候就送到这里了 然后我入座的时间是27号 所以其实在我来日本之前竟然东西就送到了 不可思议的快 这个真的是有点吓到我 然后我就发现 天啊怎么办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因为我们的大楼底下是有那个邮政信箱的 就是可以放一些邮件或是文件类的 我就赶快下去查看一下 就发现 哇 我刚刚 里面塞的超多这个就是 宣传的那个传单 因为我前几天我刚住进来的时候 其实就有先稍微看一下邮箱 然后 因为它全部都是塞这种东西 所以我就先忽视了它 结果我发现 你知道吗 结果发现 这一堆中呢藏了一些 就是我的邮件招领单 这全部都是 哇我整个就是 到天啊 所以我就是 大错过了我的很多东西 然后我本来有点担心要怎么办 因为像我前几天有一些东西 我是请我 日本朋友帮我打电话 去跟他们说要再配送 我刚就发现 他们邮局是可以直接 透过LINE来进行 那个 再配送的 通知耶 我觉得好方便喔 那我刚就输入了一个 我现在再继续把它全部输入完 总共有五个包裹 好 所以我今天可能的行程就是主要都是会 呆在家收包裹 然后 整理我 家里的家具之类的 这样 好 然后我今天穿的呢 因为想说今天应该要做比较多 就是各种组装啊 然后打扫 所以今天是穿短袖 今天穿的这件是 UNIQLO的联名 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 简单休闲感的POLO衫 小姨有下一个家具要送来了 小姨有下一个家具要送来的 然后这边是 这个桌子 我们下一个家具要送来的 同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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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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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是大的 OK 我想要出門一下 然後順便丟一下這些回收 還有要去個郵局寄東西 在順便買東西吃 對 今天第一次出門 太好了 幸好我家附近有Lawson 不是說真的很近 大概走 5到10分鐘吧 但已經算很近了 太好了 只加起來 菜離ế潤 同樣乾堆 reven一ence 給大加油 好的 我來早安 現在來化妝一下 然後我剛剛洗完臉 我昨天還去武林郎庭買的一些攤具 就終於有一些杯子或是水杯可以用了 我現在妝前保養要用RMK的這一罐保養油 一定要帶來日本 這幾天有感覺皮膚比較乾 就是我的鼻子這邊就這一個區塊 上完妝都會脫皮 不知道為什麼 先加強一下 我用這個 跟OPRA團購的 Try Me 我就會搭配RMK的這個 一起用 步驟是在洗完臉 就是第一個步驟 你不用先上化妝水 然後上完之後再接續 RMK的這一罐保濕的化妝水 現在按完半邊了 就是這邊 這邊就比較乾 然後這邊也比較拉提的很久了 所以我現在白天 基本上有時間的話我都會這樣按一按 反正因為我其實非常早期 所以就會這樣用一下美容油 然後搭配按摩 現在來上最後 夾彩腮紅的部分 今天我的眼影畫的是比較紫紅色系 然後所以我今天的夾彩想要用這個三號色 帶有藍色感覺和粉紅感覺的薰衣草色調 感覺跟我的眼影色系蠻配的 RMK他們還有一個這個眼夾彩的專用盒 就是你可以把這樣子 如果你有買兩個色號的話 是可以把他們這個單色夾彩放進這個夾彩盒裡面 就是可以比較好攜帶 放在這裡面 今天就上上面這個薰衣草色 我這邊有RMK的這個夾彩刷 還有一個是蜜粉刷 其實他們兩個刷子都可以拿來上腮紅 這個夾彩刷的話 它的面積比較小 就可以上比較精準的範圍 像我前幾天的腮紅都是用這個畫 這樣 然後另一邊的話用這個蜜粉刷給你看 蜜粉刷來上的話 因為它範圍比較大 所以你上出來的夾彩會比較透一點 透一點 你們可以看 這樣子 能夠上出比較透明的感覺 這樣子 我現在完妝了 還有頭髮也做完造型了 哇 今天的妝好漂亮 到底是這個 就是這邊的採光 讓我覺得最近好像都還 妝感還蠻漂亮 還是RMK的夾彩的功勞呢 我覺得好漂亮喔 而且你們看其實我今天是沒有上打亮的 所以它這個夾彩就有帶一點點的光澤感 就可能讓氣色看起來很好 還要配合這個髮型 我最近髮型的變化是 我有開始用定型液 就是我設計師給我的 欸我覺得有用定型液差很多耶 因為之前沒用定型液的時候 頭髮會有一點太死直 或是它太規律了 可是因為我現在有打層次的關係 再加上我有噴定型液 我就覺得那種 層次感好像比較漂亮一點 就是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好看的層次感就對了 就是看起來不會那麼的死 然後也比較蓬鬆一點點 然後摸起來是不會硬的那種 反正就是我覺得有一點定型液好像還不錯 另外我也有用一點點 這樣 今天的妝感好漂亮喔 然後先稍微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穿的 今天晚上會去快想櫃 所以就穿我的聯名的衣服 這個是4月的新品 然後搭配了這個 黃綠色的裙子 芥末綠色的裙子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的眼妝有一點點帶黃的感覺 所以就裙子配黃綠色的這一件 現在要準備出門了 然後我套了這個外套 這幾天真的是只有這件外套 今天想說我早一點出門 然後去新宿或是澀谷 應該會去新宿那邊逛逛街 再來裙子就是我要跟Mimi的聯名 這個是4月份的新品 鏡子是我新買的 就是昨天送來的這個木頭鏡子 非常的漂亮 然後包包的話 背的這個是Let's Brand的 棋盤格包 這好像以前都介紹過了這樣 我現在到新宿Lumine X Store 然後晚點就是 我跟大家說我快閃會在櫃上的時間 一日店長時間 現在剛來到店鋪 然後剛好就遇到 有特地來快閃會的粉絲 那我來導覽一下店鋪 好 現在因為今天我是一日店長 所以這邊都是放我的衣服 然後這邊都是4月的新品 好 好 好 今天Let's go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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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來逛喔 對 我要去試穿它 我要去試穿它的某一件衣服 你看這哪一個 這個 這個裡面 裡面的豆腐 這件超可愛 超可愛 而且它的採取線 它採著很好 對 它採著很好 嗨 謝謝水瓶小姐來 恭喜Pitch在 我還被獻花 祝福它在日本順利 然後 期間限定店也算第一名 謝謝 我穿皮色 對 他今天也穿我的臉 超好看 今天戰櫃結束 大家明天見 掰掰 嗨的早安 雖然說現在也不早了 現在已經下午兩點半了 今天早上我先工作了一下 然後 現在要出門去 我今天晚上一樣有在快展店的一日店長 然後我今天下午想要先去代官山那邊 我昨天查一下 發現我這裡真的是離代官山好遠喔 就是我這邊是東邊的東京 可是我 覺得那些好逛的地方 或是大家常去逛街的地方在西邊的東京 所以我今天要去到代官山那裡 因為我要去那個 紫胎鴨 就是鳥屋書店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 SENSYS的產品 他們現在在 紫胎鴨那邊有快想櫃 然後今天卡馬桑也會在那裡 所以他有邀請我過去 我就想說我今天先下午先去紫胎鴨 然後 再順便在代官山不去晃晃啊 然後晚上再去新宿我的快想櫃這樣 然後今天我穿的呢 算是 比較個性的日系風 是我最近很喜歡的那種混搭風 因為我現在頭髮染深了 所以 我在穿比較甜美可愛的風格的時候 我會再加一點點比較個性的元素 就是不會讓整體都太甜膩的感覺 我今天用的是這個 我最近不是自組了這個盤 然後我今天用下面這個色系 它在臉上的時候會散發出一種 你的皮膚有一種白裡透紅的感覺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還有我今天全身都是聯名的衣服 等一下再拍給你們看 今天的穿搭 衣服就全部都是我的聯名款 然後其實我今天的上衣和這個裙子 都是跟昨天一模一樣的 只是我用了不同色系去混搭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上衣和裙子很特別 我覺得是它不同的顏色真的能夠搭配出很不同的氛圍 然後今天粉色配黑色就是我覺得比較甜酷風的感覺 粉色的上衣外面又加了一個這個黑色背型 就是讓它的顏色跟我下面的黑色裙子 還有我黑色的鞋子都有點相呼應 還有跟這個黑白寶寶有呼應到 還有在我的帽子上面也有配色到 再來是像你們看粉色的上衣 我在襪子上面也有一點粉色紫色的元素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協調一點這樣 鞋子也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其實這個我很久以前買的 有點忘記是什麼牌子耶 就是有一個日本的很平價的少女排出的這種鞋子 然後這個其實我很少穿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平地我穿的很不習慣 可是如果今天是配這種長裙的話 我就覺得比較可以接受 因為如果今天是穿褲子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鞋子看起來把我的身高壓矮了 可是因為我今天這個裙子你們看 它的長度就是剛好適合 即使我沒有穿後底鞋 可是它也是一個好看的 又可以露一點腳踝的程度 像這樣 側面露出一點腳踝 今天的東京又是好天氣 舒服的天氣 現在來到中午黑這邊 剛好遇到櫻花 現在因為遇到假日 然後又是櫻花季 所以人超多的 超爆多 我本來沒有特別要來看櫻花 但是剛好有經過 然後現在走去帶光山 我現在就在鳥屋書店 然後這邊是Sensys的 Hop-Up 你看看他閃在這邊 買了這個粉色的睫毛膏 今天是第二天來快產櫃 然後我剛剛 到快產櫃上 我們決定換上這一件 寬鬆的日製 日本製的T恤 就是現在model穿的這一套 這樣配我覺得也很好看耶 這件T恤材質超好的 因為它是日本製的 所以穿起來很挺 很厚棒 可是又很舒服很透氣 然後我下面配個昨天一樣的裙子 啊 帽子也是新品 帽子是這樣有點光澤感的布料 今天禮拜六人很多 今天結束了 然後還收到了這個HUBS的蛋糕 太感謝了 結束之後來吃吉野家 這跟台灣的吉野家 完全不一樣 台灣有這個嗎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今天超早起來的 現在才七點半 然後大概五點半 就起床準備了 今天要去看櫻花 然後我要去一個叫 飛鳥山公園的 然後今天的妝呢 配合櫻花 還有配合我今天穿的粉色 就是走一個 比較粉色系的路線 睫毛也是粉色的 還是要介紹一下 今天的腮紅是用RMK的1號 我覺得這個1號車是比較成熟大人感 就是有點時髦洗臉 歐蝦雷的粉 剛好有幾個工作排在附近 我們全部排在一起 喔 結果五月就不在台灣也不在日本 對啊 那個很漂亮耶 超可愛 剛好天空很藍 對啊 什麼意思 現在在飛鳥山公園這邊拍櫻花 超級美的 超美的 今天真的超幸運 就有出太陽 然後櫻花整個滿開 拍完照了 然後我現在想說 我跑來銀座這邊 然後我現在放這個KU卡 我隨意找到的 這附近剛好有一些什麼無印良品啊 KU卡 Silicoids 可以掛 這裡有一些生活小雜貨 我就是一直在找這一個 就你們看它是一個一個洞可以掛衣服的 因為我之前在找的時候就想說 為什麼這裡都沒有曬衣繩 就日本好像不是不用曬衣繩的 他們就這樣子夾著之後呢 然後在這裡掛衣服這樣子 這樣子掛 又買了一袋東西 生活雜貨們 我現在回家了 然後想說來跟你們稍微分享一下 我今天買了些什麼 今天就是 早上先去了那個飛鳥山公園 拍美照 去響音看櫻花 那邊櫻花超漂亮 就整個大滿開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既然都那麼早出來了 我就順便找個地方逛逛 後來我就跑去銀座了 這樣 我今天最主要有去一家這一個家居店 這個叫 Keyuka 然後另一家是 Sleep Coins 這兩家的話 取向有一點點不同 可是它賣的東西很像 這個Keyuka 會是比較像 再評價一點的 無印良品的感覺 可是又有點結合 無印良品和Littori 我覺得它有點介於這之間 可是它的質感又是比 類似大創來更好一點 然後Sleep Coins的話 是比較接近大創 可是它的質感又比大創好 因為最近其實我基本上都是買一些居家 生活必需品 非常急需的是這一個 我今天影片中也有跟你們說 就是 我本來一直在找 因為在台灣或是 以前我在我家 傳統一點都是用那種 那個曬衣點 曬衣繩有沒有 所以我本來以為 日本這裡也是一樣 然後我就發現 我怎麼樣都找不到曬衣繩 他們到底要怎麼曬衣服呢 然後我才發現 好像日本都是用這一種 就是他們用一個這個掛的 然後會有做出凹槽 有很多種形式 然後再用 再把衣架掛在上面 這樣一個一個的 就是他們是用這種方式去曬衣服的 然後我今天終於可以晾衣服了 我買了四個 還有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那種晾褲子的 然後可以直滑的類型 這樣 像這一家的話 平均單價也是大概 400塊日幣左右 就是這一種小東西的話 400塊日幣 再來這個我在那邊看超久的 就是一些廚房的小物 這個的話是它可以這樣 變成一個小垃圾袋 然後放廚餘 還有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我是想說可以吸在那個 冰箱旁邊 可以掛一些抹布之類的 這個的話它就是 也是吸鐵式的 我是想拿來用那個 廚房紙巾 就把它能夠放起來這樣子 總之就有點類似這樣子 然後把它 吸在冰箱旁邊 這樣子 這邊是 Keyu卡的部分 再來是 3 coins 意外的發現 影廚那邊有一個很大間的 3 coins 然後買了一些 收納的籃子 像這個是500日幣 然後容量有 50公升嗎 50還是60 容量有68個 很久還補大的 還有幾個是 小的 正方形的這種 一些小物 小紮物 然後還有買了洗衣袋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買就是 洗衣用品的東西 因為我就覺得我衣服很多 然後 就很需要 例如掛衣服 曬衣服 或是洗衣用品 洗衣袋這種 以前在家裡一定都會有 可是自己就是不會特別去買的東西 我後來在銀座又去了 Lumine逛逛 買一些也是算生活必須品吧 就是襪子 去學校屋買的一些襪子 對 都是搭配用的襪子 學校屋的白色 那種褲襪 我很推薦 就是如果像有時候 我們穿那種淺色系的洋裝 或什麼的 然後你露出腳踝 或是你的襪子選得不好的話 就會覺得有一點不和諧 所以我很推薦 假設像我今天穿這種 佛紗的這種長裙 你們就可以裡面配這一種 白色的褲襪 因為它就是 一體的是整個延伸 你的整個腳的 所以你稍微露出 你稍微露出一點腿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你這個 你的腳踝那邊 被截斷的感覺 所以我很推薦 可以買學校的這種 白色褲襪 白色褲襪 而且它穿起來也很舒服 今天開箱完畢 早安大家 今天喔 是 嗯 近期 最後一天比較悠閒 因為接下來就會開始更忙碌一點了 然後 我今天想要再去一個 比較遙遠的地方 我想去自由之丘 其實我沒有去過自由之丘耶 然後我是有查到說 自由之丘那邊很多家具用品 或是家具玄霧店 都集中在那邊 所以我今天 我其實想要安排一天去那裡逛逛看看 然後 再 就是你們知道的 就是繼續 看那些生活用品 或是居家的 布置的東西之類的 今天用的腮紅呢 我把眼鏡拿下來給你們看 因為今天妝就是 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腮紅我就用了一個 比較基本的顏色 能夠散發出那種可愛感的粉色 然後我今天用的色號是 RMK這一顆的06號 這顆的顏色呢 它會有散發一點那種多彩的珠光 所以它其實能夠讓我的皮膚更有那種光澤感 然後你們可以看喔 我的皮膚 是有這樣淡淡的光澤感的 我是沒有特別上打亮 我其實這幾天好像都沒有上打亮 就是單純用這個腮紅去營造出那種 白底透紅 然後很有氣色感的腮紅 這樣 然後我今天想要戴這個眼鏡 這個是 抗藍光眼鏡 這個眼鏡的話是 那個goes for eye的 這個我四月份會開團 然後去年其實也有團購過了 評價很好 大家很喜歡 所以今年會再開一次 這樣 這個很特別的是 它是這種銀框系的感覺 會戴起來會比較 恩 就是比較文青的路線一點 因為你們看我今天穿的就是 這樣又配個帽子 然後簡單的淡妝 然後 衣服的設計也會比較 沉穩一點吧 我覺得今天的穿搭就會比較 小個性 而且這個眼鏡很特別是 你們看它是這樣子後勾的設計 他們 goes for eye他們家的眼鏡呢 這一種款式的 戴起來都超舒服 就算是今天 你戴一整天 它就是完全不會有那種重量感 然後很輕 然後也不會容易掉 就是它這個後勾式的設計 是我覺得他們家蠻特別的一個設計 總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四月份會開團 可以看我的IG 現實動態這樣 給你們看一下今天穿搭 這是我現在沒穿外套的樣子 等一下再套上外套給你們看 然後裡面這件內搭呢 是阿美里的 它的顏色款色非常好看 就是是這種有點像 嗯 字典還是什麼文字古書的那種圖樣 然後 連身褲 這件連身褲是todafel的 是這樣子的 蠻基本款的 可是我就覺得 穿起來版型就是很好看 這件連身褲它是前拉鍊式的 所以在穿脫上面是比較方便的 飾品的話 這一個飾品是Soare 跟Collet他們的別注款 然後其他的飾品是蝦皮 那個Mysol的 再來這個包包是Uniculo的 這個包包我這幾天在日本 走在路上的時候看到真的很多人背耶 所以這個真的在日本非常的夯 再來我套上這個外套給你們看 這件外套就是它的顏色呢 跟我這個帽子 還有我覺得跟鞋子都非常搭 所以就整體來說 色系就很和諧 看了很舒服的配色 然後這件外套也是阿美里的 這個外套呢 它是這樣子很寬的 擴型的設計 可是它穿起來又不會顯肩寬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它在這邊的領子設計 我也很喜歡 就是這樣平領的 可是又有點抽虛 這樣的設計 就可以露出一點點 你裡面內搭的領子 然後我覺得它前面的這個 弧線也非常的好看 這樣這件很挺 也剛好很適合最近的天氣 哇今天穿的好好看喔 好喜歡喔 搭了四十分鐘的車 終於到了只有之秋 我好像是第一次來這附近 然後我現在想今天找個地方吃東西 天啊 天氣超不好的 好開心喔 好齁 謝謝 partnership 各位你們一定不敢相信發生什麼事 怎麼突然出現了 我今天我剛剛不是跟大家說我要來自由之丘逛家具店 然後我們就我跟Mag就在我們完全沒有約好 你就在自由之丘的某一家店的二樓 還不是路上 如果我覺得一樓還好走掉我就不會遇到你 那我們就同樣都在二樓 對 因為自由之丘這邊就是都有很多家居選物店都在附近 然後我們就在一家店的二樓相見 超巧 超誇張 接著還沒結束 第二家店的二樓再巧遇 對 後來我們就想說就各自去逛逛 然後我們就放放放 大概各了半個小時之後呢 我在第二家店 也是二樓嗎 也是二樓 也是二樓 然後我走一走 又看到好像出現 然後想說 我們覺得一起逛有討論 比較可以買東西 沒錯沒錯 結果當下就真的又買 買了地台 我買同款 然後它是一個顏色 然後我店的顏色 到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反正就是什麼神之巧合 超巧超誇張 我們在台北都沒有這樣遇過 沒有 完全沒有 什麼活動出血微微大 對啊 不太會 然後東京這麼大 對 超扯 然後同時都在自由之丘 對 超級別人的顏色 超級別人的顏色 嗨 大家 現在其實已經下午四點半了 然後我現在要準備出門 今天早上因為有一些其他事情 所以就沒有特別拍了 然後我想說 其實說真的 我有點怕 這週的影片內容有夠多 所以今天就簡單帶過 我今天要去直播四月份的新品 然後我這次有請水瓶小姐 來一起跟我直播喔 我等一下要先提早去公司那邊 先準備一下 我今天擦的腮紅是 甲彩是這個RMK的七號 這是一個比較溫柔的裸色調 裸粉色調 像我前幾天有時候可能會偏粉 或是偏橘 可是今天這一個呢 就是更裸調一點 所以假設我今天 嗯 妝感想要比較淡的時候 或是想要比較清新氣質一點的話 就可以擦七號色 會比較溫暖的印象 給人比較溫柔的氛圍 然後我今天的穿搭呢 上半身穿的這個橘紅色的針織上衣 這個是Style Mixer的 然後今天這個項鍊 這個是昨天新買的 這是Toga的項鍊 再來我下半身的裙子 穿一個黑色裙 等一下拍給你們看 是我聯名的裙子 今天的穿搭 那我剛剛又在套一個背心 這個背心的話是Reybeams的 然後裙子的話就是我的聯名款 還有一件包包背UNIQLO的 亮 我現在有一點感 所以大家掰掰 這個會在最一開始 哈咪 在家 嗨 晚安 嗨 嗨 嗨 喔開始了 對 稍微遲到了一點 我放個字 哈囉 嗨 現在在台灣還是那個廉價耶 知道我直接吃了 直播結束了 直播結束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飯 感謝今天水瓶小姐的幫忙 耶 不會 希望米燕 好害羞喔 哈哈 希望米燕大賣喔 哈哈哈哈 期待都不吃了點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看直播 算 好像第一次新品用直播的方式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 水瓶小姐直接點了生皮 有種粥 對對對 呵呵呵 乾杯乾杯 耶 耶 哇 怎麼會有這種生菜 現在我們點的這一個 竟然是全部都是香菜的一個 小菜嗎 而且它其實蠻大版的 它是沙拉 生菜沙拉 它其實蠻大的耶 它很大 對 我的手的對比 看起來超好吃的燒餃子 不知道會不會很燙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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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有汁有汁 開麵